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政府22日宣布 鉴于波哥大局部地区当天出现的骚乱和冲突 从当晚开始在波哥大全城实施孝禁 波哥大市长佩尼亚洛萨当天下午在波哥大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21日全国罢工游行后 波哥大一些地区发生针对警察 公交车、学校和超市的暴力行为 该市南部三个地区自当地时间当晚8时实施孝禁 佩尼亚洛萨说 小禁期间任何人禁止在街上活动 4000名士兵和7000名警察将严阵以待 政府将严惩犯罪分子 最大限度保障首都社会秩序和民众人身安全 这次游行起初由哥伦比亚部分工会组织发起 旨在反对哥政府的养老金和工资改革 21日的八公游行在全国范围造成三人死亡 122人受伤 哥警方一代步98人